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走那边 我们是在找路 不是在猜谜 我都已经问过人了 是不是一定对啊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因为你不是一个可信的证人 那为什么你第一天就追我 因为我爱你啊 而且还是五十年不变的 这么好几 为什么你做事每次都是这样 你生什么气啊 就是我吃水果 但是不吃水果的加工制成品了 那你怎么吃巧克力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家里人 我只是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这样啊 我不是这么认为 反驳一些没有道理的人呢 是无一种自然的本能 那请问你在哪一间律师行职业啊 不要再给他精神压力了 既有的不去新的怎么会来啊 喂 明白了 不说一定是踢甲球 你这臭小子 这一单案子真是荒谬 我打算跟这位认识了三天的Mandy小姐结婚 你现在很开心 其实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缘分这东西是注定的 让她自己选择 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也想相信你 那无话可说了 不过离开真的很难 尤其是当原谅她 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现在我张智思 又向全世界公告 是你宇慧欣 教会我什么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人的人耐力 可以原谅伤害她的人 七十七次 谢谢你 我认为了一种习惯